字幕提供 李宗盛 好 那我們現在來開始的是 GV獎助金的行蹤報告 那我幫我介紹一下 GV獎助金是由GV就中華主辦 那我們平常就是 除了每兩個月一次的雷克中之外 那我們每年都會有GV獎助金的計畫 那就是我們會希望可以找到資源 然後幫助就是GV專案可以想成更好的專案 就是從小小的專案可以找到更好的專案 那所以我們今天就會有五組的GV獎助金的專案來報告 那就是大家可以聽到他們從3月 然後一直到現在的就是階段線成果 那今天第一組是那個 臺灣一支計畫 那就是請Ander Scott 來幫我們介紹 謝謝 大家好 我是Scott 那今天我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這幾個月來 拿到申助金之後做了些什麼事情 那我是Scott 這位是我的我爸徐茂 他是我們的工業設計的工程師 所以封面這個造型一組 就是GV所設計的 好那我們開始 那我先簡短的會 可能對我們不太了解的朋友 先大概介紹一下 我們整個team主要的成員是由五位 出來 我們有五位成員所構成 就是工業設計師 我們本身是機構工程師 然後我們還有 媒體工程師跟木工師傅 然後還有那個醫療 醫療工具公司的老闆 那我們五位自從高額的朋友 就一起來弄我們的專案 那我們有用一個M3D的流程 就是說 因為我們是一個數位製造的方式來製作移植 那M就是醫療評估 那就是由那個輔助公司的老闆 用他公司的醫療資源 幫我們的需求者做醫療評估 那接下來我們會進行3D掃握 然後在3D軟體裡面去建模去畫 這個3D的模型 之後 帶3D列移 那在3D建模之後呢 我們會上傳雲端 也就是把它開流出來 翻出來給大家都用 所以這個主要這個目的就是 要讓需求者可以自己 製作自己的醫治代理者 那是我們最方便的 好 這是大概的流程是這樣 但是其實 裡面執行的細節相當的多 相當的繁複 是沒有 不是像上面講的這麼簡單的人 因為 才來後會修改要好幾次 好 那我們繼續 那現在醫療評估師 開始來介紹我們這幾個月做的事情 在3月9號之後 在這邊也是同樣的一個地點 然後參加了啟動工作法 在3月12號時候 我們就開始研究複合式材質的 手指就是 現在大家看到這隻手指 它上面是 一體成型軟硬要穩定 沒有任何螺絲零件 就是一根手指頭 就這樣可以起來 然後利用材質本身的彈性 所以也沒有彈環 那個手指回壓的力量 是靠材質本身的彈性 還有它特殊的結構 去把它撐回來 那為什麼要做這種設計呢 因為我們的目的是要讓 需求者自己的意志自己定 所以在設計上的巧思 我們會結束所能讓它簡單 但是又能達到它該有的需求 就是它的機構一定要能達到 那些機械結構要滿足 那這隻手指頭 又要去用換能拉承試驗機去拉 可以撐12公斤才會斷 就是這個關節處12公斤才會斷 所以它相當的 我們有點オーロデザイン 對 哈哈哈哈 不太接觸 對 然後3月13號時候 我們就開始跟南台各大 創新產品設計器 還有東日本語樂器開始合作 那這也是我們的一個其中的一層 就是我們要把我們的技術向下大根 然後我們先跟研究生一起合作 那今年初夏會跟大學生合作 就是慢慢的往下大根 把我們的技術留在學校裡面 在3月14號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進行我們今年的第一個作品的計畫 就是造型的藝術 這是要給台中一個正信需求者 他的那個作品 那他是希望他的藝術看起來很有型 所以我們就幫他掃描 就執行了N3D的流程 然後我們就是複製了他另外一隻 沒有受放個角的造型 MIRROR過去 然後開始設計 那10天後呢 造型就完全設計出來了 我們速度相當快 要感謝我們夥伴真的有效率 那在4月1號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開始製作打亮 我們自己打亮 我們有自己的3D的表情 我們就打亮出來 然後做一些表面處理這樣子 那這一個過程主要是在驗證 我們的設計裡面有沒有符合需求 那在這裡工當中 我們這一次的工 為了滿足酷炫 然後還有好看堅固 所以工差抓得相當的小 每個零件尺寸都不能不差太大 所以在這之間 是在3D列表機上的參數修正 有失了好幾次再成功 再來是4月7號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接受了公共電視的查理訪 那這個採訪是在4月25號的一個Live的節目 大家看到這個彈吉他的一個少女 他是一個台中取求者 他姓李 那他是我們很好的朋友 就是他來找我們好幾次 這是我們之前為他做的那一個彈奏吉他的儀式 那很榮幸他在4月25號那一天可以上Live的節目 而且他看得來滿好的 那之後他為了要開車要來找我們 所以我們今年的另外一個計畫 就是幫他做五根手指頭 就是把這一隻手的非電動版本 可以讓他去考驕照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5月份開始 我們的夥伴群帽就為了推廣我們的理念 辦了一個九哥神重量一支的個人創作展 那為什麼叫九哥神呢 因為依照群帽告訴我 就是每個人的手 一根一隻手剛好就佔全部身體的九哥神重量 好 那這個課展也辦得還滿順利的 就是很多人來參觀 然後我們也結交了很多夥伴 就是我們現在跟這一次展覽這次夥伴 開始在進行一個狗狗一隻的計畫 幫一隻狗做一隻 然後在5月23號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發展這種新式的感測器 那就是我手上現在創造的 它相當靈敏 學習曲線很低 就是你大概一分鐘內就學會平時 我手只要一用它就會有所動作 那往後這一個也會 就全部導入到我們的感測器裡面 那這個有加了一些濾波的演算法在裡面 那5月25號的時候 完成我們的集中旅程碑 我們在這個群毛的課展裡面 有做一個salon 就危機兩個小時 跟大家交流討論這樣子 那在5月26號的時候就是 這個顧問我們請來的顧問 就幫我們解決 打一些控制門 就是我剛說的有些演算法 有這個顧問 還有濾波 他這一個是一個 我學弟啦 但是他是一個天才 他沒有在工作 他在家裡工作 他的工作就是公文 所以這個人還蠻厲害的 所以就請他當顧問 然後解決了一些濾波上的問題 因為這不是我的專業 那在5月29號的時候 我也完成了另外一個集中旅程碑 就是我們到南台科大去分享 我們的一些製作過程 和一些紀念故事 好接下來我們看6月的時候 我們做一些什麼事情 6月9號的時候 我們跟南台科大合作的 新式控制版就已經製作回來了 那這個新式控制版呢 新式控制版就是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我們在6月15號的時候 也執行了方斌智隆 行程執行了1M3D 所以他現在已經有把這機制帶回去了 就是考驕照的時候要用 那在6月15號的時候 那個我們讓需求者家屬自行列印 我們設計的造型藝圖 那6月19號那不重要 那6月30號 我們就學習新式控制版的Wi-Fi控制 好 那7月1號的時候 我們已經成功可以用Wi-Fi去控制這個控制版 7月3號的時候 木質的造型藝圖也製作完成 我們要貼木皮在上面 那7月10號的時候 我們再尋找新的光物化材質 為往後製作更清晰的抑制鋪路 那7月11號的時候 我們驗證了我們所有的電路板 左邊就是新式電路板 右邊是舊的電路板 你可以發現它其實減變很多 再來就是我們開始要計畫 我們2020年的金貝的炒貝計畫 所以有一些斷事 那我講完這一項 那再來就是在7月13號的時候 我們完成我們寂寞旅程碑 我們造型藝圖的需求的自行 安裝了這個藝圖外殼 所以就看目前而言的話 其中寂寞旅程碑的話 基本上大致都完成 只剩還沒開月的機器 那我們會把檔案這裡的更清楚才會開月 那往後的話計畫就是要跟當地的nexpace結合 然後也是會販售我們一些電子零件的套現這樣子 然後當然我們也要找一些夥伴來幫忙 因為那個控制板它是靠網頁去控制 就是我們的控制板條參數 現在我們用HTML的方式是 大家都可以寫的 因為更開月 不用把APP開發環境 所以我們要找會寫網頁的夥伴來幫忙 好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其中進入寶 大家謝謝